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行程安排盘点、舞台、直播应有尽有 粉丝们的快乐回来了 今年上半年王一博的行程安排非常满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闭关拍摄电影 因为他连续拍摄的几部电影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合作的阵容制作班底也都非常强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很多电影都要求严格保密 有很长一段时间粉丝都摸不清王一博的行踪 因为电影本身就要求保密 所以粉丝们都绝对尊重电影的拍摄 默默地等待着王一博的作品杀青 而这一段时间王一博的出镜率越来越高 因为参加了这就是街舞的第五季 粉丝们几乎每周都能够有固定的时间 看到新鲜的王一博 如今街舞也即将迎来最终的决赛 这一次的决赛将在澳门举行 前一段时间就有粉丝拍到王一博赶赴澳门的路透 但其实接下来王一博的行程安排 可不仅仅只有这一次的决赛 舞台和直播活动应有尽有 粉丝们的快乐可以说是真的回来了 在这一次的决赛中 大家能够看到王一博新鲜的舞台 而且之前也曾有舞者透露过 大家在排练的过程中都很忙碌 每天都会练习超过十个小时 而且大家还为王一博设计了一个很有难度的舞蹈 接下来王一博的舞台是很值得期待的 在正式的决赛之前还会有一次火锅局 火锅局一直都是 这就是街舞 节目的传统 但其实在这一季节目播出之后 不仅有火锅局中的互动 还设计了两期室外的互动游戏 在这些户外的互动游戏中 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王一博 在游戏的过程中 王一博拼尽全力 即使忙得满场跑也是乐在其中的状态 除了参加节目的录制之外 王一博还安排了品牌的直播活动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一直都非常高 但因为之前工作一直比较忙碌 所以他很久没有参加品牌的直播活动了 在品牌的直播活动中 大家能够看到新鲜的王一博 作为代言人 王一博为品牌贡献了很多 也创造了不菲的收益 在这些活动之外 王一博和周迅合作主演的单元短片《我的朋友》 也将正式上线 王一博和周迅已经不止一次地合作过 在电影《无名》中也有两人的合作 从上述的这一些行程安排 也能够看出王一博的事业心真的是太强了 这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能休息的时间 而且大部分休息的时间都是在奔赴下一场活动的路上 王一博真的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 对于自己接下来的发展都有很清晰的规划和安排 所以粉丝们在追星的时候也都很放心 因为王一博总是在该做某些事情的时候竭尽全力 这一段时间粉丝们确实会快乐很多 因为相比较上半年 王一博的出镜率真的高了很多 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 王一博几乎承包了大部分的看点 之前也有网传消息称 接下来王一博很有可能进组拍摄新的电影 期待他其他的作品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比调 彩莲